族人如果沒有夢想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多少代人的回憶 香港經典喜劇天王周星馳回來了 新夜團隊睽違23年 在台召開少林足球續集電影的 海選記者會 2020台灣小姐鄭婷怡 擔任海選大使 海選首站在台灣 希望能找出兩位有潛力的素人演員 希望選到的人也是希望能 世界各地都能有人來參與 所有的演員都是新夜 情緒挑選 就等於說我們這次活動 其實新夜他在背後也是全程參與的 在3月8號禮拜五的時候 就是我們電影女足的正式海選開始 女足也會在線上進行海選 只要你符合資格 上傳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還有照片 以及模仿新夜電影的片段 就有機會參加海選 周星馳早在去年61歲生日 就在社群平台 驚喜宣布新電影的第一稿劇本 這次新女郎的五大條件 要找天資聰穎 體能出眾 品性端正 美麗自然的素人演員 強調P圖造假不會得騰 團隊跟國際社會也不會答應 新夜團隊被媒體追問 是否有機會跟韓國影帝宋康浩在這次電影合作 新夜特主表示有可能 剛好宋先生來到香港了 然後就兩位碰了一下 然後當然我們也提出這個邀請了 但是最後是不是能來的很多 就很多很多很多因素 很多就看吧 我們當然也希望 周星馳團隊首度在台灣公告海選 也是繼2001年少林足球後 又將締造新一波功夫體育代表作 新女郎 鹿死誰手 影迷們都很期待 新唐人亞特電視 曾一豪 念玉祥 他們台北 採訪報導